2012年,我们市制组来到了著名的千岛湖。 千岛湖位于浙江省淳安县境内, 水域面积573平方公里, 其面积大小相当于100多个杭州西湖。 在广阔的湖面上分布着1078座岛屿, 千岛湖也因此而得名。 我们来到千岛湖市正值初夏, 这里山卵清脆,湖水碧绿, 俨然是一个绿色的世界。 听当地人说,近年来,随着环湖绿岛的建成, 游览千岛湖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不仅可以泛舟湖上, 还可以沿绿岛骑行欣赏湖光山色。 那一般我们这样骑车的话, 要要完整个湖区得多长时间? 那你花九个小时吃了。 花九个小时? 而且我们还要停车吃饭的呀。 140公里我们一口吃完比较累了。 千岛湖绿岛全长140公里, 于2014年12月竣工。 每逢节假日, 很多除安人便会约赏三五好友, 以起景方式欣赏沿途风光, 感受碧水相依, 人在画中游的乐趣。 绿岛建成后, 慕名而来的外地起景爱好者也越来越多。 2014年, 总共有三十多万人来千岛湖骑行观光。 那你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 在你心中那个千岛湖是一个什么形象啊? 什么样子? 我千言万语会成一个字, 我觉得就是美。 美啊。 这位骑行爱好者名叫阿海, 听他说, 这条绿道也入选了浙江省十大最美公路。 我们继续前行。 骑行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来到一座美丽小山村。 一条溪流从村庄窗过, 一栋栋白色村舍依上而见。 听阿海说, 这里是夏江村, 他们每次环呼骑行都会来这里。 一路过来也挺期待的来这个地方。 是的, 因为对这个村子有一种特别的情节。 对,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村子的。 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村子? 怎么说呢? 它就是说你看到那种房子, 它其实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可能我们每一家走进去, 可能都是有农家乐嘛。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吃饭, 然后吃完了过来这些些角。 下面我们现在站着这个长廊的下面这条河, 它其实不叫什么什么河, 它名字很特别。 它叫丰林岗。 丰林岗, 确实是一个挺特别的名字。 对, 它就是说它这里的话源头是从我们刚才进来的岔口千岛湖的分支进来的, 然后包围着我们夏江村, 整个村然后再出去也是到千岛湖里面的。 绿道将千岛湖四周的乡村串成一条风景线。 夏江村就是这条线上的一颗明珠。 前几年嘛, 因为那上江不大桥还没通, 然后它那边过来不太方便, 要做轮渡。 然后现在像, 你看我们那个休闲的骑行道也做好了, 我们骑着自行车就可以到这个村, 就交通方便了之后, 给村里带来一些变化。 听阿海说, 夏江村十几年前, 曾是远近文明的贫困村, 在公路没有修通前, 从村里到淳安先要步行, 再坐车乘船要四五个小时。 村里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外地的货物也运不进来, 交通严重阻碍了夏江村的发展。 如今随着道路贯通, 从夏江村到淳安县只要四十分钟, 巨大的变化是村里们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阿海要带我们去拜访村里的老书记, 让他给我们讲一讲夏江村的故事。 穿过干净的街道, 我们来到一个小院前, 这里就是贾江村老党这部书记江银响家。 您好,您好, 我带他一起来的。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节目组的。 江银响当过二十多年的村子部书记, 村里人都习惯地称他老书记。 好多,那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我们村子里很穷, 也很专,现在很干净。 您是这个村子老书记了? 是的。 那就算是见证了这个村子从以前到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在这个村里当了二十八年书记, 我见证了这个我们夏江村这个辩宝。 我看您手里现在就是在忙活的是吗? 我今天是立下, 我们在做米果。 米果。 这个米果也是我们的全通。 这样看着不像我们的饺子一样。 对,南方,我们南方做米果。 米果是南方常见的食品,外形很像北方的饺子,但外皮是用米做的。 擀面皮的话不应该是用那个擀面杖吗? 我们是米饭,不一样的。 米果,它为什么叫米果? 我们就是用米大米果成分。 你尝一个,尝一个尝一个尝。 江林祥一边忙或者一边招呼我们品尝一下刚出锅的米果。 那我们有点辣,没关系,辣不辣。 辣的好吃。 夏儿出来了,它的夏儿还挺丰富的,还烫。 有笋子,有豆腐。 对,有笋子,豆腐,还有梅干菜。 对,对,对。 对吗? 有点辣味,很香啊。 逢年过节,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做米果。 谁家办喜事,米果也是必不可少的待客食品。 以前这个村子是什么样的吗? 我们夏江村成谷至今到七十年代以前都是很苦的。 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墙房,吃的都是半年粮,半年粮,就是只有半年粮食。 就是一年只有半年就饱了粮食。 对,对,老百姓要买点油啊,买点粮啊,都是上上去杀木汤。 那就是土墙房,半年粮,杀木汤,油女墨架,下江郎。 最后这就是什么? 油女墨架,墨架。 油女墨架,下江郎。 听江银想说,那时候村民家里穷得连条板凳都没有,哪有姑娘敢嫁过来。 所以七十年代我们夏江村有三十多条光棍。 那怎么就好了呢,现在这个? 好了,我们就是夏江村的,我们从2001年开始,我们浙江省原来的省委书记,四英省委书记,连试我们村,因为我们是劝发达地区,是商职。 为改变贫困面貌,从2001年开始,几任浙江省委书记都把夏江村作为基层联系点。 他们来到村里和大家一起商量办法,发展乡村经济,帮助村民尽快脱贫致富。 特别是在厂业发展,农民征修上,他们帮助我们出点职,帮指导我们。 说我们夏江村党支部,这是多年来,就是要叫这些省委书记们,这知识室,帮领党人,帮领老百姓,发展我们这个农村经济。 还有水果啦,茶叶啦,毛组啦,种药材啦,这些都发展起来。 经过村民们十几年的辛勤努力,夏江村从原型文明的贫困村变成了最美乡村。 能不能带我们去村子里转一转?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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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为了让我们感受乡村的变化,江银响带我们来到村里。 现在大家的房子都盖得好漂亮,你看这个房子。 风子95以上的农户都盖起来这个楼房了。 这三层。 路两旁都是崭新的小楼,听江银响说,全村220户人家,700多村民,几乎家家都盖了新房子。 这些房子由村里统一规划,村民自己先造。 这条路总共是430米。 430米。 开路的沿线都是那些破房子,在那边,厕所,房子。 这个开这条路的时候就是厕所厕所的。 大家老百姓都是很支持的,因为上面没路太苦了。 听江银响讲,2001年以前,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到处是粪坑和珠圈,污水横流,垃圾遍地。 而如今的甲江村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2003年以后,我们全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大力发现夏与农业。 我们现在有这几个独特产业,一个是水果产业,还有一个是中亚茶产业,还有一个是茶叶产业。 这些以前村子里都没有? 很少,还有一个毛肚产业,这五块大产业。 所以通过这个五块产业的发展,我们老百姓口袋里慢慢有钱了。 后来我们在新农村建议中,我们就有钱建房子了。 村子越来越干净,村民们也有了环境保护仪式。 大家自觉维护起村庄的环境卫生,还有专人负责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就像我们这个垃圾,垃圾我们习数字在下降的时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垃圾就是按下习数字,这个户籍,撑梭,证明,现处理。 我们就是按下这个模式的。 它在这个垃圾上在下降掉眼时间,掉眼了好长时间,问得比较多。 因为垃圾问题处理比较麻烦的,所以最后定下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垃圾处理,就是按下习数字这个模式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刚才一路走来发现,这个村子不仅漂亮,而且非常干净。 你现在看这条路上,就是可以说是一尘不染,没有任何垃圾在上面,是吧。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们都很自豪。 听江银翔说,现在外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下江村来。 江银翔带我们来到村民江祖海家。 我们是远方的家节目所,江老国是吧。 对,江老国。 江苏海承担了二十多年的村委会会计。 走进他家,墙上挂着一幅照片。 哦,三爷,好,这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这位就是您了是吗? 这是习书记? 他就拿了以后到我家里就是在我们的座场。 对,这里看座场会。 在这个包厂座场看座场会。 就在这儿了,那当时跟您聊了些什么? 这村子的发展情况,我家的一个拉家墙。 哦,拉家墙。 家里有只客营啊,儿子在什么地方工作啊,聊些什么。 那都是通过您来先了解这个下江村的情况的? 听江老婆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四次来到下江村,每次都来他家做客。 在我们的方向就是说,现在能称的主要是那个养术,那个务术啊,比较拖延。 他还关心到这个问题呢? 他说,那个公司生特是比较要重视的,就是说,他说他在显示当制补书这个时候,查这个时候,他就关注这个事情。 听江老婆讲,他家就建了村里的第一个着气池。 我建起来一个,第二次,徐叔叔来,他站在这里看过。 他看了觉得怎么样,你建的这个? 他说,很好,很好。 可是我看他已经风起来了啊,现在。 风起来是需要的,这个是禁掉口,禁掉口。 从这儿进这个肥料,是吧,可以这么说吗? 在江老婆的带动下,村里很多人家都建了着气池,还改造了厨房和厕所。 夏江村也成了当地的着气生态示范村。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江老婆邀请我们在他家,品尝一下当地农家菜。 江老婆,我觉得在您家院子里吃饭真的是太享受了。 你听,风铃港的这个水声,就在耳边,再看我们身后这个景色啊,我觉得光坐在这儿就已经很舒服了。 像我们很多骑友啊,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啊,就从那边比如说,环湖骑行的时候,就骑到咱们夏江村啊,我就到江老婆他们这边来吃饭,带他们吃这种很有特色的自己的那种农家饭嘛。 嗯,像平时这种像我们那样的骑友到这边的多吗? 多的。 多啊。 很多啊。 平时。 平时五、星期六多一点。 周末多一些。 周末多一些,很多都这样。 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人呢? 最多的时候那个打卡车都四五卡车。 嗯,好,四五大卡车。 听江老婆说,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很多游客来到夏江村,随着发展水果种植和乡村旅游,村民收入也逐年增加。 2010年前我们农民每家的每个人的收入只有1800多个钱。 2011年以前。 对,01年前。 01年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什么时候就觉得他生活条件比较好了? 那特别是这次年发展比较快。 这次年我们,去年我们云品收入打到一万两千块。 哦,翻了十多倍了。 翻了十多倍了。 这十来年时间。 对,十来年时间。 吃过午饭,江银翔带我们来到山上的观景台。 你看现在站在我们这个地方就能够看到整个夏江村的全貌了。 这样看起来村子还挺大的。 而且这个凤陵港穿过村子,真的就感觉这个形状像一个八卦的样子。 是的,夏江村搞到这个水果之地。 葡萄园。 哦,里面种的是葡萄。 对,这一片是葡萄。 对面那一片看出来就是草莓,五十三部的草莓园。 下面我们那个村下面还有一百多五的桃树园。 我们是现在是水果之地,成为我们夏江村老百姓的主导产业之一。 听江银翔说,夏江村变化如此之大,得益于村民们守住了绿水青山。 这绿水青山也就是金山银山。 从山上下来,我们来到西边,清澈的西水缓缓流淌。 2010年,这个习近平书记已经调到北京去工作了。 一开始我们从两点的时间已经上演都过去了。 他在夏江村如我们老百姓,接下来很深的感情。 所以我们老百姓也很思念他,也很想念他。 对,对。 所以很多老百姓,当时我当支部书记,都到我面前来讲。 他说要跟习书记,那时是习副主席来,要跟习副主席写信。 我说,互相思念,千万。 村庄变埋了,村民日子富裕了,大家都想把可解的变化告诉他们想念的习书记。 2011年初,江银翔代表全村人,给习总书记写下了一封满含思念之情的信。 我们当时姓纪主席,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习副主席工作那么忙,也不可能给我们回信。 所以我当时压根就没想到习副主席会给我们冲理回信。 但是到了2011年5月后,我们收到了习副主席这份微信。 这份微信我看了以后,当时很感动。 写的叫什么? 主要的他讲,他在浙江工作四年时间,在浙江工作时间,增进四次到我们下江村。 如我们下江村的村民,接下来不解之缘。 这个话说很亲切,很感动,我说的也很感动。 第二种意思就是,要求我们党员干部,要为老百姓做合适,做实事。 全心全于我老百姓服务,这也是我们感动的。 因为习副主席在我们下江连年时间,每次都这样教育我们干部和党员。 说要做群众的铁心。 所以这两个方面,我是特别感动。 所以说到了这个信以后,不是我感动。 全身的老百姓都奔走相过,大家都很高兴。 都感到习副主席还没有忘记我们下江村的老百姓。 听江银想讲,现在村庄环境变美了,村民日子也越过越好。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村民们还会一起努力,用勤劳的双手把最美下江村变为最富下江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